台湾 果然是電腦王國 不但會製造電腦更精通應用軟體 最近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的世界盃軟體大賽中 台灣有四名好手拿下一金二銀一銅的好成績 台灣有四名好手拿下一金二銀一銅的好成績 其中這位陳淑梅打敗其他50國精英 摘下PowerPoint設計王寶座真是太厲害了 我是自己的興趣喜歡 所以我就會利用課餘時間自己去摸索PowerPoint這個軟體 然後我覺得喜歡一個東西的時候 時間就不會這麼難以消磨 然後我很享受在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選手一個一個上台領獎接受大家的肯定 其中在Adobe海報設計項目獲得季軍的湯陣集 感謝台灣電腦教育成功 台灣的文創其實是很強的 那在理念以及普遍的義務教育上 其實大家對設計的認知 算是很普遍的 就是有一個水準在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有資訊界的奧運之稱 一百多名選手是從二十八萬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台灣這次派出九名選手 有四個人獲得大獎 在全球各國選手中表現相當優異